上节课呢 我们把意见反馈的布局 我们去实现了 那么这节课 我们把选择图片这部分的逻辑 我们去给它整理一下 然后我们给它实现出来 首先呢 我们在默认情况下 我们这里应该是没有图片的 我们只有后面一个加号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前面的这部分 给它隐藏起来 那么隐藏的话 我们肯定不是直接说去改它的样式 我们直接把它隐藏掉 而是什么呢 而是我们前面的这部分的内容呢 我们是需要通过一个循环 做一个变量 去储存选择的图片地址 然后去显示到我们的阴面里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要对它去进行一个循环 那么在默认情况下呢 这个变量呢 它是一个空数组 所以它就不会去显示我们 这部分的内容了 所以我们直接在什么 在Data里面 我们去生命一个image list 给它一个空 然后我们再去循环 我们在这里加一个v-for item in image list 然后我们去给它加一个k k我们这里就用index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里呢 给它把index我们去补一下 然后来到我们阴命里 那这里呢 只有一个加号了 接下来呢 我们去点击加号的时候 我们要去选择图片 我们去调取我们选择图片的API 所以首先我们先去给这个加号呢 去加一个点击事件 我们在这里 去给它一个click 我们就要add image 然后去写一下它的事件 选择图片呢 我们怎么选 我们使用uni.truth image 这是我们选择图片的一个API API呢 我们需要给它传一个account 我们最多可以选择多少张图片 那么我们这里最多给它选择一个五张 我们这里最多只让它去选择五张 我们就不选择太多了 五张就是我们反馈的一个图片的最大数量 五张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回调 叫success 图片选择成功之后呢 我们会在这里去获取到我们的图片信息 我们给它一个res 然后呢 我们去答应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我们去试一下 点击这个加号 现在呢 就把我们的图片给选择出来了 然后我们随便选一张 我们选两张 我们点击打开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呢 返回了一个成功的信息 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tempofailpass 这里会有两个图片的一个地址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获取这两个图片地址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上传 图片呢 不管是选几张 我们获取的都是一个数组 所以我们来这里呢 去简单的给它处理一下 我们叫tempofailpass 等于res.tempfailpass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拿到我们所有的图片 图片地址拿到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图片呢 每一个图片 我们给它push到imagelist 这里面呢 是一个数组对象 我们要给它传一个对象进去 所以我们需要去把我们获取到的地址呢 我们给它获取一下 循环一下 我们用for each for each的回调理呢 会接受两个参数 让我们接受一个itm 然后一个index 拿到之后 这次的imagelist 然后我们点push push一个对象进来 然后我们叫ur ur呢 我们把itm给它传进来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表面上我们看代码 整体下来是没有问题的 但实际上我们操作一下 会给它发现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呢 点击 我们点击一个图片 打开 会告诉我们呢 push of undefined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使用 uni.chooseimage的时候 success这里呢 我们用了一个普通的方法 那么它的zs指向呢 指向的并不是我们的一个view实例 它指向的是uni.chooseimage 这一个对象 所以它会给我们报找不到 因为它是一个暗地范 所以如果我们要正常的使用this的话 我们把这里去给它改造一下 我们给它改造成一个建筑函数 或者呢 我们在这里去声明一个 其他的变量 然后等于this 我们再去下面去使用 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使用建筑函数之后呢 我们下面就可以正常的去使用this了 关于this的指向呢 同学们在使用API的时候 一定要去注意 很容易就会发生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再去给它试一下 我们刷清一下页面 然后点击添加 我们选择两张图片 然后点击打开 现在看到我们这里添加了两张图片 但是这个图片呢 其实并不是我们选择的两张图片 那是因为我们这里图片地址给它写死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循环的时候 我们把src 我们去给它改一下 item.url 保存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选择的图片 就已经正常的去显示到这里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已经有两张了 我们最多不是可以选择五张吗 那么我现在直接给它选择五张 我们再点击打开 那可以看到呢 它会继续的给我们添加 是因为我们count这里面呢 我们是给它写了一个五 是因为我们每次都可以去选择五张 所以我们这需要去给它改一下 怎么改呢 cost count 等于什么呢 等于五减去一个什么 z4.imagelist.length 这其实才是我们每次去选择图片的一个最大数量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我们再去刷新 我们重新选择一下 这里呢 我们直接给它选择五张图片 这次选择 选择六张 那么点击打开 那为什么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六张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h5啊 不支持count这一个字段 对于我们普通的web页面来说呢 我们只能去限制它选择一张 或者是选择多张 多张呢 我们并不会去限制它最多选择几张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只针对其他的平台 这个字段才会生效 那么我们怎么去限制web呢 web页面h5 那我就需要在插入的时候 去给它处理一下 在这里我们去写个条件判断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上面我们声明好的这一个字段呢 可以知道我们这次最多要选择多少张 那么选择多少张呢 我们去判断一下index 只有index啊 小于我们的最大数量 每次的最大数量 那么我们才会去 往我们的数租里面添加图片 那么超过的呢 选择我们前面显示的一个最大图片数量 这样就可以去限制我们的h5的操作了 那么这里写一下呢 处理 h5多选的状况 我们需要这么去判断一下 那么现在再去试一下 我们点击加号 然后我们选择六张图片 这里选择五个选择六张 然后点击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呢 最多显示了五张 那我们现在再去点击加号 我们再选几张 点击打开 那可以看到呢 后面的操作我们就不进行了 我们这里只选择五张 那选择完五张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去隐藏这个加号 我们就不去给它去添加了 因为你添加它也没有任何的效果嘛 所以我们就干脆把这个加号呢 我们给它隐藏掉 那隐藏很简单 我们直接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加号 添加一个判断 判断是什么呢 就是image list.length 那如果小于五的话 才会去显示这个加号 看一下加号消失了 同时呢 我们去点击我们这个拆号的话 会把图片删掉 删掉之后呢 加号就会显示出来 那我们去给小插号 我们去添加个点击事件 在这里添加一个click 那等于呢 deldelete 我们去给它添加个点击事件 那我们怎么去删除这个图片呢 直接操作它就可以了 点split 然后我们需要给它传一个index index呢 是删除第几个 然后长度是1 index我们从这里传进来 然后我们在需要 对用del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index传给它 我们知道我们选的是第几项 那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去给它选择几张图片 点击打开 然后我们点击删除 那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图片就可以正常的去删除掉了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我们一个web端的上传图片 只给它显示5张 然后呢可以去删除图片 删除完之后啊 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去添加 我们点击打开 可以继续添加 这样的话功能就算是完成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只讲图片的选择和一个简单的处理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就把提交和上传图片给它去完成